放暑假,有些家长会担心孩子整天在家滑手机。 而儿福联盟发表了调查指出, 儿哨使用网络的时间平均每天有四五个小时, 比三年前调查时明显增加许多。 而少网络社交需求高, 却也同时面临了骗财、骗色、骗个资等三大危机。 相较2020年调查的27.2小时增加许多, 而且有近四成儿哨讶认为, 和陌生人在网路聊得很开心, 就觉得是朋友, 相较先前调查对陌生网友的戒心下降。 平均每五个儿哨有一人曾被诈骗, 两成一曾遇网友特殊需求, 其中五成九被网友要求交往, 还有四成一的儿哨曾给网友个资, 高儿生Doris的朋友曾被网友外流私密照。 调查也发现儿哨网网安知识来源 主要是Google搜寻, 其次才是老师和家长, 而且有14%的儿哨只靠搜寻网路, 未与市长讨论。 学校教的很古板, 不符现实情况, 儿蒙建议网路安全教育, 以情境式和案例教学, 而父母不是一昧禁止使用网路, 或只是管控使用时间, 一起讨论网路危害与对策, 才有可能提升孩子的网路防御力。 记者林小惠,沈志明台北报导。